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已停止香港的地产史上 早已到高点 去年已经说了利息会一直升 一定会慢慢 当然不是立刻影响市场 说完说完 还要看时间观察 香港银行已经斗争 存款利率越扯越高 这些是慢慢来的 因为美国缩表是慢慢来的 全球利率也会慢慢来 最初一定会慢慢来 接着会越来越快 我停止谈香港地产市场 因为以一个分析人来说 撞着一个人 或者一个市场 当一个人和一个市场 已经达到全无理性 而自身又不是 无理性的人 我觉得 会导致有理说不清 更加判断错误 好似现在很多人想判断 特朗普下一步又做甚麽 突然又发生甚麽 这样判断不了 因为他狂 最大问题 是一个 没有理性 精神有问题的人 应该是找精神医生 去处理 但一个无理性的市场 亦要找个无理性的人去分析 不好意思 我没有资格 笑说完了 有分正题 今天说的是中国地产市场 只是给你们资讯 是一个 非民主体制的国家 一个有管制市场的国家 地产市场 首先要拿出数据 给你们看看 今年第1季 银行 总共贷出 房屋贷款 听着 房屋贷款 1万9千亿 人民币 是人民币 不是美金 1万9千亿 第1季 3个月之内 这个数字 是出自银行的 出自银行 相信还是不相信 这是你们自己判断 这个数字 是多还是少 1万9千亿 将近2万亿 当然要有比较才可以知道 1万9千亿人民币 比去年2017年同期 多了11.8% 去年同期1至3月 第1季 今年多了11.8% 去年是1万7千多亿 现在是1万9千多亿 以上是第1季 银行新批出的房贷数字 已经批出的数字 有多少 银行新批出的房贷是34万1千亿 所有数字是34万1千亿 比去年2017年多了 20.3% 亦是多了 但亦不要太过比以上的数字 即是以今年初三个月 和去年初三个月 去产生不必要的错觉 有很多数字 走出来 今年又多了 去年多少 又多了 但一年之间 不要说 金融市场 地产市场 什么都好 一天 就等于多少年了 大家都不知道 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不是说 不去 相比 而是不要太过比以上数字 来产生 不必要的错觉 这是做金融市场 最大的 一件事 不可以 苹果 与 橙 相比 明白吗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实际上三个月的房贷增长率 比起去年年底的时期 增长率跌了0.6% 而增长率下跌 主因是当局减少了 批出香港人留花的准许证 即是pre-sale permit 所致 其实这与需求 供求是无关的 听清楚 中国人民对房屋的需求 完全没有减少 实际上有增没有减 他们的心的需求 他们的实际上的行动需求 都没有减少 这是今天这一期的重心点 而这一句 非常重要 中央到现时仍然会继续出招 小心地冷却 房地产市场 因为他也明瞭到 需求 从没有减低过 还增加了 所以他仍然要出招 冷却市场 这两句 中国人民对房屋的需求仍然没有减少 中央仍然会继续出招小心地冷却 房地产市场 就是 接着我们要分析 我们 投资者要怎样做 以及 应该要 怎样去看这个事 以上所说的pre-sale permit 即 楼花未建好房子 准许证 是准许 地产发展商 在房屋未建成前 建好收钱的准许值 中国房地产可以说是由1998年 1997之后 开始起飞 当时 政府将公屋私有化的计划 开始 但到2010年开始 政府开始出招冷却市场 据我所知 就是买第二间房子 有什么限制 增加最低的首期 以及拿紧 银行房贷的条款 或者鼓励人民 做其他东西 例如租屋 中国 中国一直都有 中国一直都有 香港人完全不喜欢 认为非民主的动作 但很多民主国家 都在做这事 对不起 对不起 但始终 其他国家没有 不准你生第二个儿子 不准做这事 但现在也放宽 对吗 去年11月 建行还大力推出 租房的新产品 最近上星期三 还传来消息 中央会出招 支持租房的计划 将会推出一系列 专为大企业出租房子的计划 包括成立REITS 是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希望我没说错 目的是帮助冷却 买房子的 狂热 对中国人、亚洲人、香港人 这个狂热很难冷却 因为根深蒂固 已经被地产商 中国人要储蓄 冷却不了 不要存钱 拿出来 洗去哪 你说话 没人会这样做 所以 本蓝 觉得这一招 特别推出 叫人租房 不要买房 这招 我不觉得 有效 反而有相反的效果 但这方面我没时间说 虽然有这么多招数 但房子价仍然站稳 房贷数字 是最大证据的显示 根据三月份的数据 北京、上海、杭州 这些是最热门的地区 仍然是微升0.1 0.1 0.1是没有事 而次热门的地区 升多点 是0.4 如果再次等的地区 是0.3 我不再再次等的地区 因为根本真的不够时间 亦不想 每天都要 上阶下阶 正正合乎国家 几乎所有的意图 四个字 平稳过渡 换句话说 没得炒 但 要密切留意人民币的回价 什么水平 可以窄 环球金融市 被贸易战 笼罩 会不会使人民币 会跌些 为何要减持 就是吹吉避空 主要是 或者我叫你减持它一路升 反过走也不出奇 但我觉得 做投资不是投机 我们要 小心 要 怎样说 本不要输 最重要 就减持一些 赚少了没所谓 不要亏了 所以 亦可以 抢住它便宜 又再进入 也不出奇 但我会给你们个信号 买不买楼上车 当长线筹资 或者自住 这个要你自己思考 始终 买楼 如习先生所说 楼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不是用来炒的 他现在这些所有的 招数 是防止 炒 而不是防止你们去 自住 OK 如果他连自住 都禁止买 那我认为你们全部移民好了 OK 尤其香港 现时的楼价 飞到这么高 我刚才一开始已经说 一个神经狂的市场 或者人 我不会分析 因为分析不了 因为我不是那类人 要跟刘合乌才能分析到 但是 大家也看到 香港的过于自由 将会 我觉得 怎么说 是 很快速 会有 转变 如果你们觉得 香港炒得这么高 因为自由 你们就要想清楚 需要不需要 现在开始 hold住 中国的楼 中国的楼 似乎 升不了 但也跌不了 OK 但只要人民币便宜 买到 起码在回价上 你会赚到 OK Alright 好 快点 好 快点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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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